扮他人認識男生 試一下自己的功力有多深 竟然激情地互相摸索的時候才發現 對方是有一條偏偏 試過聲音很甜 出到你一隻偏偏 這個我真的怎麼都猜不到 你們原來真是很恐怖 原來現在可以的辦法 第四集 又到了匪夷所思的時間 今集是講到交友 網上交友 我那年代沒有這些 即是沒有網上交友 ICQ有沒有經歷過? ICQ有 那個是什麼? 那個也算是交友 是嗎?我沒有 我只是跟朋友聊天 好吧 我們現在開始吧 因為今天都很長 好,我們先看一個 這位叫Mike Choi 他說 有個朋友今年20歲 他喜歡大姐姐 於是早前在交友APP 遇到一個45歲的女人 他那一瞬間 懷疑過自己的 stepmom 於是問對方生過多少個小孩 對方說一個 他便立刻安心 因為這傻瓜 當作他自己是 stepmom 親生 心想 他只有一個弟弟 加上兩個 然後 他兩個約了上酒店 結果 他真是他的 stepmom 但是他兩個 上路 照搞了 還要有 現在的朋友 被他爸爸趕走了出去 長期住 是不是真的? 我想不是吧 這些好像完全是那些 XX的劇情 即是那些 XX的劇情 要不就是做水喉 要不就是 Do you want to clean my pipes? Do you want me to clean your pipes? 他兩個是 XX上路 對 這麼巧,兩個在一起 都有正常 都 即是要 要倒重 這個 這個不好 這個有一點 我有一點懷疑 這個 我們繼續下去 接著這位 不要開名 我朋友在家樂app 認識了一個 傭人姐姐 認識了不久就在一起 在一起 就會做些 不會做的事 在工作的時候 姐姐跟朋友說 什麼? 嘻 是不是 嘻 我有一個姊妹 是做苦波醫生的 她有給我吃 你可以不用帶 結果 她們兩個準備 放置成婚 我們整晚都覺得 朋友總得天仙 PS姐姐是照顧 一個身心健全 子女而散民的 獨身朋友 朋友是苦波醫生 她有給我吃 她有給他 排卵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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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止痛藥 頭暈身 暈車浪藥 我吃 我這個應該擺工人姐 好 接下來那個 她就 嗚 她就說 嗚 不要開名 當年還在玩ICQ時 認識了一個女生 約出來見面 她知道是男人 還以為她是哥 原來真的是她 說電話還要是女人 竟然是假音禮 哈哈 就是這些 是不是假裝成功 應該假裝成功 因為我們稍後有一位 員工她投稿叫不好開名 就是下一個了 曾經有個智者跟我說過 整天都睡得不好 一定是把床褥有問題 Emma提供100萬無憂試睡保證 不合睡的100天之內 都可以無條件免費退貨 存額退款 她們憑著德國技術 贏了90多個國際獎項 全球銷量700萬張 無論是床褥、枕頭、床架 都有無數用家的正念評價 不要等了 立即上網訂一張 一起享受Emma 超滿足睡眠體驗 嘩 真是不好開名 來自員工的頭 我們公司上校有多少人 大家都猜到 哈哈哈哈 好了 以前小時候 不是上學 就是放學打機 悶悶地就決定找些東西學一下 剛巧那時看到 上網有人教男人扮女聲 見多可愛就學了 學到差不多 就決定去交了一部 扮女人式男生 試試自己的功力有多深 好了 我們公司只有兩個男生 交了我三個 大家都可以再想一下 好了 記得當時我的網名叫做 萌萌小妹子030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那名字太小 吸引了很多奇怪的大叔 一上來就問我 打不打贏 哈哈哈哈 《地經生活》 終於找到一個 可以正常溝通的 不是台灣人 大概認識了一個星期之後 他就問我要不要打電話 當時我的女性技巧 以上之熟練 大概聊了15分鐘左右 他突然問我要不要 風sex 即是電愛 抱著好奇 又貪玩的心情 我就進行了第一次激烈的對話 即是男男的激烈對話 是的 那個台灣叔叔就非常投入 但我就邊叫邊笑 哈哈哈哈 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哈哈哈哈 沒事了 我問你就可以回答別人 就知道是你 快點切了他 大概進行三分鐘之後 他就說他要死了 嘩我忍不住笑出來 他問我怎麼了 我都說我差不多要到 他一邊叫我就一邊笑 到最後我終於忍不住了 我向他誠心道歉 對不起 其實我是男人 空氣突然靜了 那個男生最後什麼都沒有說 就收了線了 這件事之後我太過內疚 自此之後就沒有再扮女聲 去騙人了 如果有機會 我真的很想親口跟他說 對不起 我覺得這位同事 會令到這個男士 以後都不敢再上網吃人 即是他去練假音 他居然去封性練假音 這個我真的 怎麼都猜不到 發展一下你的副業 他不回應 誰一回應就死誰 接下來就叫做小羅 他就說 嘩 以前試過用同志交友App 認識了對方 第一次約出來 見對方不是我杯茶 連共同嗜好都沒有 禮貌上很快 30分鐘吃完飯就走了 那天之後 對方就有繼續找我 或者一直都沒有回覆過他 任何的訊息 就以為他自己會明白 事後隔了幾個月 他發信息過來 他說 對不起 我覺得你沒有努力過為 是這段感情 我背叛了你 我認識了別人 我們分手吧 我感謝這位青先生 這麼有禮貌 還會通知我 我每次都覺得這件事 很匪如所思 即是他終於覺得 你又不回覆我 好吧 我唯有去背叛你 而且他的背叛 每次都是跟你一個人 吃了一間餐 30分鐘的飯 即是好像又大出迷 好 不覺得 我懷疑這個 不可以直接比較 好 好 哇 這個厲害 這個整個版 哇 好 第一個就是不要開名 我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女生 有一天 我們決定約出來見面 我們就找了一間餐廳 坐下 叫好食物 就繼續聊天 最初都正正常常的 不過食物來了之後 就開始 不妥了 他無緣無故 好像自己和自己說話 吃一口 他就彈了一句 我豈不是已經分了給你吃了 嗯? 我一下子問 你分了給我吃 他就怕怕 走走 不是跟我說話 很正常會問他 那你跟誰說話 他就在手袋裡 拿了個好像女生 放M斤的布袋 說他跟朋友說話 原來他的所謂朋友就是 養鬼仔和 小曼筒 那女生說 她朋友 嫌她的餐不夠吃 而且已經吃到她的餐 沒有味道了 我說沒有理由 我點了一樣的食物 和她很有味道 她見我不信 就餵了我吃 她那碟之後 真的沒有味道 之後告訴朋友 她覺得那女生 是騙飯吃的 我就算了 一餐半餐 我吃了 不過 神鬼我就認了 蛤? 蛤? 會不會啊? 那如果萬一她碰到一個 都是養鬼仔的呢? 喂! 我也是啊 那她拿出來 那這件事很糟糕 即是如果你跟一個人 外出吃飯 然後她告訴你她是養鬼仔 你是不是都會這樣回應她? 如果是的話 那我就要多問一些問題 因為沒有認識過一個人養鬼仔 養鬼仔是怎樣的? 在哪裡養?在哪裡買? 喂!你沒見過 你見到一個 還在說話 馬上問 接著這位就叫做 Thomas Chow 他就說 喂! 跟一個網友第一次出街 看完戲出來 他問我 為何剛才在戲院不找她 才發現原來現在可以這樣嗎? 哈哈哈哈 你覺得這句很真 原來現在可以這樣玩嗎? 你有沒有見到自己雙眼八角? 有啊! 叮的聲音 可以嗎? 她就跟她說 再買票再看多一場 你想看什麼?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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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來 這個叫做 Rubi Fung 她就說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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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梅子 嘩! 明明說自己一個人出去喝一杯飲料,聊聊天 說一下,他的朋友突然在我後面走出來說 一起去! 嚇到我,一隻蒼鼠也算了 現在還要加碼兩隻 即是那隻都是蒼鼠 這樣讓我在街上碰到正的英俊朋友 一手抓住他,叫他一起去喝東西 全晚的焦點就成功落在我朋友上 但他有一張照片,當天的網友大概就是這樣 你找到一個相似差不多的人 蛤? Govu,你可以離開吧 我是Jacky找的,不關我事 哈哈哈哈 立刻在對方 你...我不說了 哈哈 接下來就說 Wiii,不要開名 有次朋友用交友App式的女生 聊了幾個星期,然後約了上女方的家 然後我朋友很開心地跟我分享 女生的聲音很性感 很好聽,很期待見面之類 終於到了見面當晚 我朋友在客廳聊天,看電影 很自然地慢慢抱在一起 於是在激情地互相摸索的時候 才發現 對方是有一條奔走 哈哈哈哈 哇 嚇到我朋友馬上飛出去 即是他發現是有奔走 還要是大過我自己那一條 立刻走 但是要去到摸索的階段才知道他是男 真的很漂亮 就像當時那個變性人boy 跟張家輝拍電影的那個 那個真的很漂亮 你看到我真的不會覺得他是男 即是要去到那個位置 好,接著就說 Wiii,不要開名 在幾年前認識了一個男生 當時看到大家都聊得聊天 當時認識朋友的聚約出來見 接著才知道他有個很特別的興趣 就是看打風 當時我想都挺有趣的 真的認識到人會去追風 誰知道聊天才發現 他的看打風 是看風球的路徑 他說會越看越興奮 不是好像我們 我們一般打工仔看著8號 就算是打了8號 他也會坐在我家看著路徑 他就會覺得很有趣 如果我跟這個人吃飯 我真的會 即是他怎樣 吃完飯 他突然間 什麼事 好像有新的路徑圖 哈哈 這條路徑很特別 這是什麼 什麼? 風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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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接下來就叫 Jeremy 他就說 大佬早晨 十幾年前 交友APP剛剛興起 有個男人本身不算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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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就在跟我們分享 他交易 交易 交易APP 其實他是股票 那些人說是股票 有見及此 我們就問他什麼APP 他們就說 幾個男人扮女 女孩子逢一三 每人晚上和他聊一會 每晚和他聊 聊完 每天又聽他跟我們聊的事 每天都要忍著笑 裝去聽 最後聊到差不多 談不論 我們才說 我告訴他 我告訴他 你是對人類失去信任 嘩 知道他在那個APP 有什麼 他們三個就在那裡開個帳 然後就跟他不斷討論 但是 你們有沒有經歷過MSN的年代 MSN 現在也有MSN 不是嗎 收拾了 收拾了嗎 不知道 我記得有MSN 那時候是有互相幫對方 可能跟我的好姐妹 去查看 男孩子有沒有發生 我會把男朋友的email 給另一個不認識男朋友的朋友 去聊一下我的男朋友 看看我的男朋友有沒有落答 咦 阿彩明 好像 好像 嗯 原來可以這樣嗎 好像是你設定了那個人 上線 你可以立刻聽到 他上線了 好幸好我沒有經歷過 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你們當時 一群連群結隊 一群女就坐在一起 跳了手 你Yo她現在 有空你Yo她 還有他有一個按鈕 是按鎮別人 譬如我跟你說的 我發覺你很久沒回覆我 然後就有一個鎮 就是我立刻鎮你的視窗 然後即使你不回覆我也好 你那邊就會立刻鎮 哦 整個window這樣鎮 街的東西是可以嚴重的 你們原來很恐怖 原來真的 好了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hahah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